朗证哲想找Edwin哥哥帮忙? 很简单 快点填在后面的条件 和我们预设一个上课的访问 或者可以选择我们的网上智学教材 还有记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在这里和大家上一课咬字训练 Yoo Hello, 我们要回来了 好, 先看看 I like to stay up P 音要小心点 在这里我们做咬字训练 今天是第二课 第三、第四课 我们先讲多些声线感情 面部表情 如何演绎这首诗 才能做到最好的 但是今天一定要懂得做的 就是读完所有的字 make sure 所有的字是读得对 好, I like K 音要小心点 I like to stay up P 字要小心点 by 哪个呢? by Grace 我两个读法 有些人读Nicols 有些人读Nicols 我就这样读 by Grace Nichols 但有些人真的读 by Grace Nichols 我都读Nicols 我都读Nicols 讻Nicols by Grace Nichols 就可以了 好, 先看看 I like to stay up I like K 音小一点 和UP 音小一点 I like to stay up and listen 是的 T字是不读的 不要list 10 没有T字 即是寸字 有个T 但是它读出来 不会list 10 就这样 listen, listen, listen 就可以了 When big people talking jumby stories 什么叫Jumby 字典 也有得查 但是Google一下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Jumby 不然的话 希望你可以看到 英文国的第3和第4课 在里面我会说 多些这首诗 其实的深层意思是什么 挺有趣的 但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叫Jumby 你不是很明白整首诗 说什么 第3和第4课 先说多些解释 在这里就是做咬字训练 OK 继续了 I does feel so tingly OK 在写诗那方面 是不需要跟 grammar的 所以你看到 I does feel grammatically 是不对的 文化上是不对的 没有I does feel 这个东西的英文 但是因为我们写诗 所以没有问题的 知道吗 你可以怎么写都可以的 不用跟 grammar的 OK So I does feel so tingly 这个字读tingly and excited excited inside inside me 有个d 不要inside me 我经常听到inside me 不要inside me 是inside me inside 有个d inside me inside me but when my mother say 我mother say 什么呢 也都是 grammary上是有点失败的 应该是says的 OK 但是她用say but when my mother say girl time for bed 好像骂人的 妈妈 未必一定骂人的 演译方式那方面 我们第3和第4课 我们刚才讲多些 知道吗 你见到她有quotation 那你知道 上海用我堂的司法就知道 quotation 我们要做些东西的 OK 有些特别的事項 我们要做的 将我们的声音 但是也要讲一次 遲些再讲了 但是咬字的方语就是girl time for bed 那d 音小心一点 OK 接着 then is when I does feel a dread OK 这里很奇怪 你看到英文哥哥读到很奇怪 因为 grammary上是不对的整件事 知道吗 什么叫then is when 其实是不对的 但是咬字就是这样咬 then is when I does feel a dread OK 意思的方便 亦都给我们一个长期重复多次了 对 第3第4集先讲 你不要再问我了 知道吗 第三第4集我会开估的了 在这里我们讲咬字 then is when when I does jump into me bed OK 咬字是这样咬出来的 这些字不算太难的 但是什么叫me bed呢 为什么用dust me bed dust jump into me bed 那就比较奇怪一点 OK 接着 then is when I does cover up up的p音是稍微一点 I does cover up OK from me feet me feet 稍微一点 我很多读my feet 在这里 which is 你们是对的 是my feet才是对的 但是作者就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me feet OK from me feet to me head 是啦 from me feet to me head 哈哈 很奇怪 这里咬字就是这样咬的了 这些字你会读的了 全部都 但是为什么这样放在一起呢 稍微再告诉你 then is when I does wish I didn't listen 也有一样 listen 不是listen listen i didn't i didn't listen to no stupid 这个字大家都会用 stupid OK 什么叫jumby story 是啦 不知道呢 下次告诉你 知道吗 to no stupid jumby story 好 最后 then is when i does wish then is when OK 小心点这个 i does wish i did read d 音 i did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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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说一次 Grammar上的作者 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去写这首诗 挺有趣的 知道 但是呢 在意思方面 我相信你也明白了 但如果你未必明白的话 要Google一下 否则 第三第四和我再见你 我就告诉你 意思是怎样 为什么要写到这样 或者为什么意思是这样 知道 OK 另外再说一次 今天我们是咬字分裂 make sure 每一只字你懂得读 如果你不懂得读 你明白了意思 或者表情很丰富 动作很丰富 也没用 因为字咬得不漂亮 所以第二堂 make sure 你肯定所有字 你懂得读 咬字的尾音 D音 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 知道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说得太快 你回头看多2,3,4,5,6,7,8次 make sure 你咬字是perfect 才能继续看我们下课 知道吗 好啊女儿 教我努力 拜拜 看到最后 那就是学到东西 朗证至想得到好成绩 要留意以下这三点 clarity of speech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awareness 你刚刚看过 就是我们网上智学教材的其中一课 还有很多要学内 例如面部的表情 和声线的感情 希望各位 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的朗证workshop 快点填了下面一张 form 和我们预计一个appointment 或者选择我们的网上智学教材 还有记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朗证之 祝你好运 这是一个试图的